这几年我们看到台塑集团也抢进了生技产业 推出了很多有机商品 只要冠上有机这两个字 市面上琳琅满目 不管蔬果鱼肉 身价都可以水涨船高 光是台湾一年的有机产值高达46亿 但是要能够通过国家认证 拿到正式的标章不简单 要面试 现场稽查 还要经过农药检验 这个有机验证的过程 在中天新闻的镜头下 首度公开 鸡茶园化身柯南 一点点蛛丝马迹都不放过 农场申请有机验证 要过关可不容易 通常会看 直接看它油箱 如果它在这边的话 那我就会检查 它这附近有没有那个肉油的情况 如果看到枯黄杂草 推测业者可能使用除草剂 隔离袋不完整 怕有污染也会被列入黑名单 农地旁边勾取有鱼虾蝴蝶 代表生态环境比较安全 实际宣示打分数后 重头戏要登场 让水流流个到三到五分钟 当然里面本身里面管路的 里面的旧水都已经排出了 才会开始做采样 现在就是针对他们的土壤 做我们做采样的动作 我们通常不会采比较表面的土 就是可能大概采15公分左右的土 除了采样灌溉水和种植土壤 挑检验样品也有技巧 网室它起码还有一层 我们防护的可以防止 直接被受到污染的情形 然后这个是露天是完全没有的 就是针对风险性比较高的作物 针对来做采样 来确保这311项农药通通没有残留 是零检出的情况 水质土壤检验八种重金属 如果农药残留检验项目多达311种 是欧盟和美国的一半 不过台湾没有制定容许标准 也就是说只要被检出有农药残留 就算为乎其为都不能过关 这一点和欧盟美国来比更加严苛 堪称是最严格的有机验证 一旦有业者被县市卫生局集查不合格 检验所就得启动紧急查核机制 最严重的撤销认证 业者得再隔一年才能重新申请查验付权 有机商机一年高达46亿 不少人看准这块大饼抢着认证 不过提醒消费者认清标章和验证字号 以免多花钱当原大头 记者张凯亮少日明桃源采访报道